为什么我们陆委会现在越来越像共产党呢 直接开栓陆委会好像共产党 会这么讲 全英马英九要陆生访台计划频频被打 但如今出现曙光 感谢教育部秉持专业 同意这次我们邀请陆生来台 包含台大 政大 文化跟东华 都包含给教育部说 他们可以接待 马英九邀请陆生一行 包括北大 清华 复旦等学生 37名按规划 7月15开始展开9天8夜访台之旅 除了要到台大 政大等大学交流 知名今天旅游 县市政府参访也被纳入其中 但初步审核 所以通过确认存在隐忧 现在要进入所谓的联审的阶段 到时候移民署陆委会都会进来 我们在这边诚挚着呼吁 蔡英文总统能够支持 教育部这个同意的决定 因为负责一阶段审核的教育部 已经核准申请 但接下来仍需取得移民署同意 最终跟他教导陆委会手里 仍不能确保百分之百成型 更何况从情治单位角度来看 这阶段中共对台所有手段都涉统战 已经开始有看到 相关的假讯息的操作 是聚焦在台湾内部的政策的讨论 封电的政策 或是像我们刚刚所提到 缺氮的问题 农业供销的问题 那这些都很有可能会是 中国在后续的假讯息操作 变成是一种带动风向的一个议题 确断议题 国安局分析内涵假讯息 至于两岸紧张情势 也不是客观事实 兵凶站委这是你主观的认知 从客观环境来看 它要发生的可能性不高 特别是中国现在的能力还不够 只是因应两岸局势 并已改回一年制 现在却说没有战争 这回是TVBS最终全会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